重機行駛外線道要過路口時 突然發現內線道一輛轎車疑似違規右轉 重機剎車不急 猛力撞下去 騎士連人帶車噴飛出去 滑行20公尺 滾了三圈才停下 差點就衝到帶轉隔 其他騎士們紛紛閃避 這一撞重機車殼破裂 轎車殼破損 這起車禍發生在高雄左營車滑路 轎車疑似沒有等右燈 綠燈耗直燈亮起就轉彎 把快車道當成慢車道 越南手腳插錯傷 但意識清楚 雙方無酒駕情勢 馬路上突然竄出的 還有長輩們的電動輔助車 在台南興營健康路路口綠燈 左邊一輛電輔車闖紅燈衝出來 差點懶腰撞傷 駕駛七島狂暗喇叭 鮮花區也有長輩騎電輔車 大馬路直接來個切西瓜 車輛緊急剎車 插不到一公尺就撞上 但長輩依舊完全不在意 駕駛在路上就像暗器一樣 隨時衝不出來 防不順防 記者紅夫人王書宏 高雄台南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